而今天的2100看世界 带您关注国际间的震惊头条 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会不会是史上最为难堪的议长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年1月份 历经了15次的投票 终于登上了议长的宝座 但是这位子还没坐热多久 传出上个月因为通过了联邦政府的拨款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共和党的强硬派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 他们联合起来罢免了麦卡锡 而且这个罢免案恐怕会影响到 接下来众议院来核准他们的法案 增加援助乌克兰的经费了 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为何这个民主党以及共和党 会愿意团结硬起来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极右派的共和党员呢 过去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麦卡锡为了争取众议员的大位 对于民主党某些跟他们相左的 政见不够坚决 而这回他们又找到了奉信 双方联合起来来逼退麦卡锡 而麦卡锡其实他本人 也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宣布 他要放弃竞选连任 这个议长之位了 但是呢这起事件之后 最为关注的最直接的受害者 除了麦卡锡之外 还有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代理的议长呢 麦克亨利已经发了一道命令 要来清空裴洛西现在仍在占用的休息室 因为国会山庄呢 他们空间是很有限的 只有高阶的议长才能拥有休息室 而现在呢也确定 要把裴洛西的东西统统清空 请他返回空间了 而另外一方面这样不利的讯息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恐怕也很头痛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拜登担心盟友坚定挺污的这样的支持力道 会随着麦卡锡的下台政局动荡 让盟友对他产生质疑 他立刻致电了盟友欧盟还有北约的领袖 重申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呢 是不会消退的 同时他们也要讨论乌克兰的经济 以及粮食的问题 而同时呢 白宫的安全会议顾问的发言人科比也出面来呼吁 支援方面出错恐怕会拱手 把这个胜利的果实 让给俄罗斯总统普清了 他说即使麦卡锡现在要下台 但是他认为共和党基于国家利益 还有西方盟友的道义 还有坚守民主的价值 应该对他们来说 还是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来继续援助的 被记者团团包围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当地周二遭到罢免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人 遭到罢处的麦卡锡 在记者会上说 成为议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只是他为何会被下台呢 原来众院的共和党同志不满麦卡锡和民主党合作 通过让政府避免关门的法案 即右派议员盖茨发起罢免投票 没想到受惠的民主党议员见死不救 全数投赞成票 加上八名共和党议员的同意票 以216比210票赶走麦卡锡 麦卡锡就任仅仅九个月 成为美国史上第二短命的众议院议长 只是当初他也是经历四天 长达15轮的投票才坐上大位 这场罢名案被CNN形成为国会山中的叛乱 加上美国投资人担忧 连准会可能升息 让美股四大指数周二全部惨跌 道琼指数甚至狂泄超过430点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一样也是局势动荡的 还有中印双方的关系了 这近几年中印之间的竞争 除了在边境领土一些模糊地带 时常爆发了武装的暴力冲突之外 其实在全球的供应链 产业链上的竞争也蛮常见 特别是今年中国大陆人口负成长 而印度人口还在持续成长 成为旁蓬勃发展的劳动力 以及人口市场的来源 这些或许都让中国大陆倍感威胁 同时印度是不是也把中国 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呢 我们今天要带你来看到的 就是印度警方10月3号忽然突袭式的 来搜查这间Newsclick印度媒体 而当中有40多名的工作者的住所 同样通通都被搜查了 而印度警方主张 他们是要来预防恐怖主义 进行人员的搜查扣押甚至拘留 还控制了他们的行动 没收了手机笔电讯问46名的新闻从业人员 因为他们觉得这Newsclick的工作者 涉及为中国大陆进行大外宣 而根据了解呢 8月中他们已经立案开始调查了 发现这一间媒体公司 他们的金流非常的可疑 根据印度当局的说法 他说过去三年呢 他们从可疑的管道 收取了大约3.8亿卢比的资金 其中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不过目前呢这个新闻网页否认当局这样的指控 而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呢 这到底是印度他们要来为了国安的理由来搜查媒体 还是要来打压新闻自由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印度的新闻俱乐部呢就发表了声明 他们说跟这些被搜查扣留的记者 站在同一个阵线 要求政府公开调查的细节 不可以无缘无故的来搜查记者 所以呢这已涉及中国大陆大外宣 行搜查媒体支持 究竟会不会获得印度人民的支持 值得继续关注 而另外一方面很多印度人民呢 最近可能也有一点不开心 主要就是iPhone15开卖过后 很多大陆网友声称 很多人买到iPhone15的机王 像是镜头入城或是背板容易碎裂 他们说这一些iPhone都是在印度组装的 把锅丢给了印度 但是呢后来有印度的这些3C的专家 他们发现其实这些手机的组装 是在中国大陆 而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 发言人就认为调查合理 因为新闻媒体收取来自外国的资金 这些被搜查的印度媒体 遭只收钱替中国宣传 不过NewsCleak否认到底 委任律师也说印度警方 是要逼媒体晋升 到底中国有没有拿钱 人说印度媒体有待厘清 但两国间什么都能吵还争论起iPhone15的生产品质 放大看 这个上面的灰尘更多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面是看不见的 但是放大之后你看这里面的灰尘 近期有大陆网友拿显微镜检测iPhone15镜头 暗示印度产的iPhone15卡入灰尘 瑕疵品很多 影片下方大批网友跟进酸言酸语 表示iPhone15的手机飘出了咖喱味 不如买华为手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印度媒体称目前只有iPhone15和15plus 基本款在印度生产 其余破系列的旗舰型产地还是中国 出问题的手机其实是中国组装 大陆央视不久前也报道 印度工厂很仰赖中国之零件 另外印度与加拿大外交冲突越演越烈 金融时报引入消息说 印度要求加拿大得在10月10号前 撤走41名外交官 否则将撤销外交豁免权 谢谢新闻 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